歼35部分战斗力爆表的数据公开了 三方面全面超越F-35C 福建舰海事固然重要 没有舰载机可不行 歼35搭载在福建舰上 那战斗力妥妥就超过美国福塔号航母了 那歼35数据又如何呢 我是老方 大白话能让更多人快乐 最近港媒《文汇报》报道内容中 涉及了大量歼35战机的性能数据 并最终得出的结论认为 歼35最大的起飞重量 最大航程 最大速度都要比美国F-35C更强大 如果上述结论为真 那么毫无疑问 当福建舰搭载歼35的战斗机作战手 其战斗力会超越美国福特号航母 文章中就提到 所有关于歼35的技术参数 都来自中航工业集团发表的公开数据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那这款最新型的双发隐身舰载机 舰载机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两台涡扇19黄山试量发动机 每台涡扇19最大推力12吨 双发推力就高达24吨 涡扇19发动机最初对标的是 美国F-414发动机 那美国这款发动机 最大推力为10吨左右 但现在涡扇19已经完成了超越 涡扇19采用了全向 轴对称适量烹管技术 这项技术能够极大提升 舰载机的短距起降能力和机动性能 港媒公布的信息 歼35能够携带10吨燃油 作战半径达到了1350公里 载弹量也达到了8吨 那这个载弹能力是比较优越的 咱不做极其了啊 但是也算是个炸弹卡车了 那有网友就表示啊 这个载弹数据下 不能兼顾隐身性能 就外挂是不是 那么在能够实施满载打击的前提下 如果配合预警机实现 A射B岛攻击策略 那8吨的载弹量能实现的摧毁强度 是非常可观的 啥是A射B岛啊 就是由A平台发射武器 然后由B平台负责引导武器竞争打击 最初是由美军提出的 具体咱后面再详细聊的啊 那得益于涡扇19的加持 歼35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 最大飞行速度已经达到了2.2马赫 在电子设备方面 歼35搭载弹化加有源相控阵雷达 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 光电跟踪瞄准系统 被动红外探测系统等等 雷达方面至少领先F35一代 美军为F35Block 4版本想要搭载的 APG85 弹化加有源相控阵雷达还在研制当中 可能要到29年甚至更晚才能服役 那通过这些参数对比 歼35是可以全面赶超美国的F35战机的 单纯重发动机啊 人单法咱双法就已经赶超了 歼35不仅能够适用于福建舰的电磁弹射 也能够在山东舰辽宁舰上完成滑越起降 再配合内在式的TL-20导弹 也可以实时对海对地有效打击 除此之外 歼35隐身战机的隐身性能也是非常强劲的 正面最小雷达反射面积仅为0.01平方米 与J20 F22隐身战机相比丝毫不会差 然而这些数据的曝光让美国方面有点坐不住了啊 对于歼35隐身战机的性能 美国媒体更是说啊 只是数据漂亮而已啊 有点酸溜溜的啊 那看着这些已经被披露的数据就这样了啊 那说实话其实真正的歼35更多的实际数据都是最高机密的 不可能被披露出来 那性能是不是就更加优越了呢 因此有很多军迷也进行推测 歼35的很多参数也会有所保留 不过单看这些公布的数据 歼35隐身战机强大的性能 肯定会让美国一些人真的可能就坐不住了 更是不愿意承认咱们的歼35具备的一些优势 美国防务分析师本路易斯在接受媒体采访说就表示 歼35是偷弃了他们F35研发的资料出来的 称歼35只是F35山寨版本 无法与他们的F35相提并论 这话也是大言不惭啊 主打一看一个酸溜溜 酸溜媒体酸溜溜的国防专家 山寨这样的话都能讲得出啊 还有说福建建三寨的呢 山寨谁啊 有潜力吗 顺嘴胡咧咧啊 显然内心是破大方了 事实上啊 美国战区网站已经刊发过文章 并上传了歼35舰载机的最新照片 文章中就表示啊 歼35很可能确实装备了非常先进的 有缘相控阵雷达等等大量先进的传感器 与武器装备 并且为福建建提供强大的战斗力 再从这架歼35照片来看 最大特点就是机翼面积和平尾面积增加 平尾更加向前切入机翼之中 这个变化主要原因就是机翼面积大幅增加 平尾前端甚至与机翼重叠 以便增强飞机低空低速条件下的升力和操控性能 进而提升飞机的机动性能和航母的起降能力 再从港媒公布的信息上看 歼35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35吨 有点像是一架隐身化的FA18 那换句话说 歼35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中型隐身战机了 它更符合一架重型隐身舰载机 那其实我国目前隐身战机除了外形隐身设计外 吸波材料隐身涂层也是更加先进的 包括雷达方面也是走在了美国前面 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忌妒 进而在嘴上成英雄 歼35和F35除了具有舰载机版本 和五代隐身舰载机常规气动布局之外 其他方面丝毫也没有相似之处 歼35实打实地有双发舰载机 甚至是重型双发舰载机 而F35则是比较典型的单发中型舰载机 歼35具备后发优势配置 更新也更好 最大航程 最大速度也更具优势 而F35毕竟是世纪初的作品 虽然已经升级到了Block 3版本 但配置方面依旧没有多么先进 当然比别的国家先进 那数据方面 F35一直就很拉胯了 这跟它机身肥大 以及搭载的发动机类型有关 而咱们歼35明显是以空优为主 具备非常好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在夺取制空权上更具备灵活性 而F35只能强调它的多用途 然而通过这些年 F35各种机型的实际的表现 处处都不太行 分析到最后 美国方面的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技术落后了 就只能想着怎么污蔑对手了 这可不太好 总体来说 美国专家怎么说 殿35剽窃窃美国技术也无法让F35更强 如果在战场上相遇 殿35以其拥有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以及更强的雷达感知能力 美国F35注定占不到任何便宜 所以美国方面与其耍耍嘴皮子上的功夫 不如在实际对抗中见真仗 殿35搭载在福建舰进行海事的日期也越发临近了 殿35从原型机衍生出的几个版本 也将形成高速发展的局面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 大洋之上 美国F35隐身战机一架独大的局面将会彻底结束 殿35是我国第二款隐身五代机 同时也将成为全球唯一的双发隐身舰带机 将切实提升我国航母战斗群的综合作战能力 F35性能如何呢 之前不如报道 F35可能被我们的殿20多次发现 多次驱离 可见其隐身性能在我们的雷达眼皮子下 已经不存在什么隐身属性了 后面咱详细导的 殿20是怎么驱离F35的 关注老方布业录 他们不上 共进步